嘿 嘴 嘴 嘴 你還擦嘴嗎 他在準備了 我的天啊 這迪卡滷得好啊 那嘴巴一定是這樣黏黏的 對不對 拿到 我去他的 我去他的 他要哭他要半淚光 你變了 你會不會恨… 你對於台灣的國防有什麼幹嘛 你自己的理財 觀念是什麼 你認為我們台灣的農產品 應該要怎麼樣找出去玩 你最好做就是 有感覺… 有嗎 有 有 好大 好大 是嗎 怎麼辦 歡迎收看摩托車週記 吹的氣 謝謝 自從摩托車週記介紹了 南花園北士林這兩大夜市之後 觀眾朋友的熱烈反應 讓我們覺得非常驚訝 大家覺得好好看喔 沒錯 但是還有非常多的觀眾朋友 告訴我們說呢 台灣各地還有非常多 有名的夜市 希望我們去找出最好吃的小吃 對 觀眾朋友呢 常常去外面 一看到夜市就想說 我想要買一點好吃的東西回來吃 結果已經夜市以後 發慌了 那個看起來好好吃喔 我覺得好困惑 這真的好吃嗎 我會怕喔 如果一難吃怎麼辦 結果到最後買一個芭樂回家 只買一個芭樂回家 心裡面就覺得非常的 幹 哪這麼傻呢 對 所以說 我們今天兩個 來到了中壢的觀光夜市 我們即將成為夜市的小王子 我們要幫大家好好介紹 什麼是在地的美食料理 所以說 我跟納豆兩個人的兩張嘴 即將要為觀眾朋友找出 什麼是在地的小股大碗 好吃又便宜又衛生又健康 吃得頭胃好頭胃壯壯的 在地美食料理 我們即將要成為 觀眾朋友在夜市裡面的 一盞名當 謝謝 不可惜 Nano 好 你準備好了嗎 好了 我們即將要進入 中壢的觀光夜市 好 在這之前 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2 3 黑夜的暗 來小姐來去 來小姐來去 睡夜市 好 瘋狂 這邊趴裡趴裡 我好也擔任這 出發了 出發了 GO 摩洛車嚴選 中壢夜市 DKB 壓高也有機會 那我車在軟掉 一定要這樣介紹的 好吃的麻油雞 對 好吃的麻油雞 有才來的 我們常常聽到宣傳車 都是這樣子講的 好 真香快來吃吃 夠香的 你這個讚... 豬腳飯 豬腳耶 常常聽到那首歌嘛 豬腳什麼 好喝 滾啊 滾啊 對不對 然後喝水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這迪卡滷的好啊 膠質都已經跑出來了 真正好的迪卡滷好你知道 是不是嘴巴裡面 就是黏黏的感覺 對... 有一層黏黏的 這整個膠質都釋放出來 好嫩喔 正不正 這一樣 這個是 你不要說謠貴 孩子 謠貴老人來這裡都很好吃 因為完全不允許你的水去 牙齒完全不需要用到 嘴巴裡面這樣 你的刷頭就是你的大牙齒 就爛掉了耶 這樣頂啊頂 它就慢慢的就融化掉了 好好吃喔 而且真的吃 現在吃起來嘴巴都有一種 黏黏的感覺 嘴巴又快黏住了 你看...都有豬腳香 這匹麻油雞 麻油雞呢 就一定裡面裡面放酒 對喔 但是酒的味道還不能太濃 我喝看看 你喝一下 我喝到來我就知道 你不要... 你說這跳針什麼 燒我狂風 好 來 讚 你看看 我再喝一次給你看 好 你看我喝完的那個表情 好 讚 你怎麼好像台語劇演員了 什麼啦 不是 什麼 我跟你講這就是這樣 因為你喝酒以後通常就是 你有沒有給 你也好像在喝酒的感覺 酒的味道 真的有入味 但是又不能夠太過於濃郁 不然的話就會四個字 炫冰奪土 對 主角是麻油雞 但是在我們熱情的享用 這些料理之前 我們一定要請到 這些料理是怎麼樣被製作出來的 料理達人 我們要請出 好 料理達人出來 YA 老闆來... 來... 要冷喔 老闆 年輕耶 而且好像有點害羞的感覺 你這樣開店開多少年 開15年了 15年的歷史啦 15年了 已經滷15年的豬腳 有多好吃 你只要看看辣豆就知道了 那嘴巴一定是這樣黏黏的 對不對辣豆 你脆中膠 太黏黏了 我給你倒三缸 來... 來... 等一下 在這隻前腳這樣會怎麼樣 被受不了是不是 快點 我來幫你... 請教授兩位看 很黏對不對 要黏了 這些都是腳趾啊 對 老闆 你做這個 你做這個豬腳飯 你 讚 我 吃不用錢 好 當然沒有問題啦 蛤 來去 會對啦 咱們夜市小王子吃遍大江南北的 滷豬腳 那黑的發亮的凝固膠質 就是各家的金字招牌啦 被滷到爛的滷豬腳 刀叉其落 馬上骨肉分離 放入口中啊 融化後的膠質綿密的滑稽喉咙 香味久久不散 在白飯上淋點滷汁 吃滑的米粒飄散著豬腳香味 老闆 白飯再一碗啦 偏偏這麻油雞 還真有宣冰奪煮的實力 清甜的湯頭飄著米酒香 一下肚 續寒的薑片馬上發工 一股暖流馬上流遍全身啦 摩托車燒技 演藝捲豬腳飯 入口激化的膠質 只能以滷豬腳界的最高美譽 滷到爛透了來形容啊 還有麻油雞喔 輕輕的米酒香 跟好吃的雞肉 最速箱唷 雞皮 就是全台灣唯一一個地方 可以吃得到的 酸辣三包飯 就是它 來 朋友什麼東西呢 跟大家報告一下 鴨蟹 鴨蟹 肥腸 肉片 肉片 聽說上面還有我的兄弟 納豆 這些都已經拌一拌 拌一拌 你看看 真的粉在下面啊 好 來 拌一下 吃粉 吃粉啊 來 你先吃 不好意思 這樣會擋到你的鏡頭 哇 怎麼樣 好泰式 真酸辣辣的感覺 泰式 好吃 好吃 真的耶 所以我跟你講 我帶你來這個地方 一定要喝一口湯 你的… 它的湯才是正的 真的… 真的… 我喝… 我喝… 好 正嗎… 真真的啊 幸福的味道 真的假的 另外… 另外… 大家兄弟一場 真的… 你現在是喝的是自己的納豆湯 你現在是喝的是自己的納豆湯 你現在是嫁流 真的嫁流 怎麼樣 就像那種酸辣麵的那種酸辣湯 好好喝喔 對 可是我跟你講 它不是像我們一般吃的酸辣湯 它是濃的 濃稠的 它這是清湯 你看 清清 你看 所以喝下去呢 它有時候 它雖然是熱的 但是它有一點點退火的感覺 對 而且它其實它其實可能 它冬天 夏天都會適合吃 冬天 夏天 對 夏天吃這個也會開胃 對… 來 這個很好吃 但是吃的這個呢 當然還要配你的飲料 我還有一個飲料有沒有 飲料有沒有 來… 好了… 我先喝我這個 很好… 真是很好產品 有甘蔗 甘蔗的那個滴… 甘蔗的香 還有茅草的香 茅草的味道綜合在一起 然後它比那個 這個甘蔗汁要來的濃稠 對 還要濃稠 對 喝起來真的是比較順 讚 太好了 那你苦茶喝了 我覺得有點後悔 我為什麼要搭這個 這個對身體好 你常常熬夜就是在看 看一些有的沒的 有的沒的的節目啊 就增進自己對節目的認識啊 是嗎 這苦茶喝一杯 三天不要吃口香糖 我不勸 三天都一直咬東西喔 胃口臭 好 退火… 你熬夜 火氣大的 睡不著的 來 給大家看 什麼… 怎麼樣… 怎麼樣 怎麼了 好苦喔 等一下會為乾 哪裡為乾 你眼淚泛淚光 哪有人苦到泛淚光的 通常只有辣 然後苦到泛淚光你變了 你喝喝看… 你喝喝看我這個 好喝 讚 喝完這個再喝這個 覺得好像來到天堂喔 這個好像是鹽泛 剛剛在煉獄裡面 不然讓你上天堂 你喝喝看這個… 大口 要大口 一定要大口喝 喝苦茶要大口 好苦喔 阿鹽鬼 你不要喝 這個很大 等一下 替乾杯… 替乾杯 替乾杯很好的 好 喝喝看 大口 不要怕… 比較大口的啦 男人 我們下去 不是路麻辣鍋 我們沒開過麻辣瓦啦 我們通常都有 你沒有 你沒… 你跟著我們好事多啦 不是 阿鹽這個賣多少錢 他在幾塊 蛤 太便宜了吧 那…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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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就來給我母母利用的嗎 納德先生你好 紫森你好 你好 好可愛喔 你… 好可愛喔 超可愛 男人 好可愛 是不是超可怕 好苦喔 超可怕的 好苦喔 我的命好苦喔 為什麼 為什麼良藥苦口 苦茶這玩意兒 真的是僵活生平啊 各位觀眾可別小看 這小小一碗酸辣三寶粉 粉條燙熟之後 接著就是加上 一整排的調味料 可別以為想加多少 就加多少啊 老闆依照不同的比例 添加調味 端上桌的 才是最到底的滋味 酸酸辣辣的湯頭開胃 晶瑩剔透的粉條攤牙 你看看 這滴著湯汁的粉條多誘人啊 搭配著肥腸 豬肉片 以及鴨血 這三寶粉讓你吃的是 如獲至寶啊 摩托這抽季 嚴選酸辣三寶粉 酸辣湯頭 不只開胃還能補身 攤牙的細粉 與眾多配料的口感 超實在喔 隨著時間越來越晚 人潮也開始聚集了 攤子也跟著越來越多 圓門寬廣的街道 開始變得越來越狹窄 不論男女老少 大家全員出動 像這樣寒冷的夜晚 能夠享受人群 所帶來的熱氣 讓身子整個都暖了起來 夜市裡面常見的小吃攤 福士店 飾餅店 還有小遊戲區 全部都摩旋茶掌 等著客人上門囉 咱們兩個人就一手一杯飲料 繼續給它逛下去吧 老闆 我吃過麻辣鍋 我沒看過麻辣拔辣耶 對啊 這不是麻辣拔辣 以前是用甘草粉做的 我們現在是用梅子粉 梅子拔辣 你說那紅紅的梅子 你直接弄成粉去加進去 對 整個梅子自己磨的 磨粉之後拌下去 那原來的拔辣 對 就是像這樣 對啊 它只是加了我們的特附梅粉 自己磨的 自己磨的 那跟甘草粉有什麼不一樣 就甘草粉就好了 你去吃看看哪裡不一樣的 對啊 你吃吃看啊 弄愛香蝦 自費出現都不錯 我們通常都有 自費出現 是不是 來…吃幾點… 三甘草粉… 是不是 是不是三甘草粉 比梅子 比甘草粉好吃多了 謝謝 而且這個三味 比較新鮮的感覺 尤其是那梅子的感覺 跟那甘草粉不一樣 它吃了以後 它會讓你用咬住對不對 咬住的時候 自然而然你就會想要 做這個吸的動作 因為口嘴會一直跑出來 一直分泌 然後你就會吸... 你來不及咬就要吸它 你知道嗎 我好沒止咳嘛 對不對 你那梅子的感覺一出來以後 你自然會一直開始分泌 然後一直吸那個汁 超好吃 好好吃喔 現在就來告訴你 什麼叫做旺拔辣止渴啦 老闆把新鮮的梅子 抹成粉之後拌著拔辣 就成了鮮紅玉滴的梅子拔辣啦 清爽的口感之中 伴隨著酸甜的梅子香 逛夜市逛到口渴了嗎 來一包準沒錯 我的手機嚴選梅子拔辣 鮮紅的梅子生氣止渴 拔辣也是爽脆多汁 逛夜市的最佳涼拌 現做潤餅 現做的意思就是要我們自己做 是不是 對喔 真的假的 自己做嗎 自己可以動手來 我們可以做嗎 潤餅就是第一課 內餡包括了肉鬆 紅糟肉 香菜 豆干 蛋酥 高麗菜 還有豆芽菜跟蘿蔔乾 在餅皮上抹上一層花生粉 等接著撒上香菜 肉鬆 還有紅糟肉 再補上蔬菜 蛋酥 蘿蔔乾跟豆干 最後再將餅皮捲起來 就大功告成囉 大了啦 好大一根耶 這個 這個應該不... 我們兩個每次都喜歡這樣誇張 都一加很多 對啊 老闆 你們平常不可能這樣包 怎麼這麼大 你們包完也這麼大根 大 這麼大 你可以問現場 真的是這麼大一條 真的這麼大一條嗎 對 真的喔 哇塞 你這個賣多少錢 30塊 蛤 你太便宜了吧 你這樣你乾脆不要睡 不要收人家錢算啦 對啊 乾脆人家 你賣給人家的時候 你再給別人30塊好了啦 你太... 你可以做30塊 他再給人家30塊 那要來做這幹嘛 對啊 便宜喔 活力多消 活力多消 但是最重要的 我們是要幫觀眾朋友們 要吃 吃吃看 要不要把它吃下去 才能吃到好不好 對... 乾杯 你說乾杯喔 不是 那就一口全部吞掉 不是 我剛剛太燙了 塞不進去耶 塞不進去 怎麼樣 哇塞 你看看橫切麵 我覺得它這個花生粉 真的是一個精神 它遍布了各個 好燙喔 各個位置 均勻 熬起來的這個菜肉 什麼配料都有 還有鹹醬都有 而且棍桶那個 那個實在咬起來 口感都不一樣 對... 對... 好酷耶 你這等於是代表東方的 這個就是它跟西方的那個 前品堡 倒數 差不多 跟他們比拼啦 你這個贏啦 真的好好吃喔 吃你這個 好像就在看 不然花桶一般 你們是不是有很多顏色 你們都外面 是不是有很多顏色 旺花桶 旺花桶 是不是 答對了 這就是我們東方的旺花桶 你的菜好多喔 很好 這餅皮也是一大學問喔 把麵糰均勻的 在高溫的鋼板上 畫一個圓 用手中的麵糰 把多餘的麵粉黏起來 最後再抓準時間 把餅皮剝下來 覺得料太多 很難包嗎 訣竅就是要先用一邊的餅皮 將餡料集中在一邊捲起來 讓人讚不絕口的 潤餅就誕生囉 像萬蛙童一樣 餡料五彩繽紛的巨大韌餅 飽足感No.1 而且一份竟然只要30元 太便宜了 是什麼東西 可以讓大家邊醒鼻子 卻又停不了口 跟大家介紹這位 擁有12年歷時的 麻辣臭豆腐 主角豆腐以手工製作 在丟入融合多種香料的湯中熬煮 起鍋後再放上 以黑豬肉熬爛而成的肉醬 這滑嫩的模樣 是不是讓你看得口水持流啊 摩托車週期 嚴選麻辣臭豆腐 口中有豆腐的軟嫩 與黑豬肉的咬勁 湯頭也是一起棒 鹹麻後辣 油臭生香絕丁美味啊 嗨 又回到童年的回憶了 從來沒有看過這樣子的耶 對 我完全沒有這一段童年 似乎也沒有 對啊 因為沒看過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叫做樂樂球 對不對 對 好特別的遊戲喔 教我們怎麼玩 這個是湯匙嘛 對不對 對啊 你把它弄成像一個像 像摩天輪一樣 像摩天輪 也像電風扇 對不對 然後呢 然後呢 要怎麼玩 你教我們 好 圓的 這是硬的 這是硬的 硬碰硬彈掉 圓碰圓也彈掉 只有湯匙的正中心點上 有振動力 一彈 振動力 對 你把球擺到這個洞洞的正中心點 對 投下去就是湯匙的正中心點上 擺到正中心點 周圍有細縫 你用周圍的細縫往下看 投在湯匙的正中心點上 好 擺穩看準 這樣就不對囉 這樣就不對 你剛剛是做一個錯誤的示範 不是吧 對不對啊 現在是給你講的 那個圖要這樣就是不對 要湯匙的正中心點上 才是正確 好 一定要正中心點上 才不會彈 好厲害喔 是這樣被他一弄 看起來好像不是那麼難喔 就是 很簡單 對 我沒有玩 我沒有玩 對 玩這個就可以看出 一個人的智商 好 你的媳婦看一下 等一下我壓力太大了啦 你要注意 你要那個眼睛要往那個縫 旁邊邊那個縫 對…細縫往下看 細縫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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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中 沒有那麼簡單 你沒有… 我覺得我靠太近了 來 你看阿姨都沒有那麼… 阿姨都沒有… 不… 對 就這樣子 你出來就我無力了嗎 他剛剛完全是侮辱你耶 對 我覺得你怎麼 可以太輕鬆了一點 對…你想… 人要…做人要有志氣 不要快 做人要有志氣 做人要有志氣 好… 各位觀眾 好爛喔 你試試看啦 真的好難喔 不公平喔 老闆娘 我覺得我這個賺得 比較快一點 不會 這是全自動的 全自動的 這叫視覺上的錯覺 對 全自動的 真的嗎 對 不然你一直看再看看 好 仔細看喔 1 2 3 睡著 乖 幹嘛 起來啊 他真的太累 起來啊 沒有 我以為我睡著這一趴 就不用我了 沒有 不行 你還是要玩啊 還是要玩是不是 好 來... 看喔 這要看準 湯匙的正中心點 我可以看嗎 來賓請掌聲 鼓勵鼓勵 謝謝喔 謝謝 來賓 鄉親父老姊妹們喔 這麼的支持我 你怎麼剛睡醒就那麼厲害 很棒啊 我一樣 好 可以嗎 你這樣準備好了喔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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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醒好像真的有用耶 對 精神就比較好 對 集中力完全的發揮對不對 我跟你講 我們不要只有我們兩個玩啊 旁邊這麼多朋友 請他們來玩 好 來... 來看看我們幾個朋友 要來一起來玩好不好 這就玩這個好了好不好 好啊 那邊有獎品啊 有... 那邊就知道了 獎品很棒的喔 真的嗎 獎品很棒喔 是秘密 但是很棒 好 第一顆沒中 可惜... 好 一個都沒有中 假如一個都沒中的獎品是什麼 嘴對嘴 你還唱嘴嗎 他在準備了 破天了 等一下嘴對嘴可以 但是來...塑膠袋 來 最後一次啦 要不要 沒有... 遊戲已經結束了 這個 一般人以為它是塑膠袋 可是在這邊用途不太一樣 它是能夠 讓一個... 這個... 安全之吻 安全的... 安全的一個吻呢 好 來... 好 說三 一... 二... 三... 你自己的理財觀念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台灣的農產品 應該要怎麼樣講出去 我們最要好幾次 大自然的夾夾樂 既得石頭布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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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等一下...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不能啾一下就走囉 因為啾一下就走得太容易耶 五秒... 至少要... 什麼幾秒 十秒... 十秒... 你有沒有人心啊 十秒... 十秒... 好...我們不要這樣... 我們不要... 我們也不要這樣 我們說不要吊打人家 不要十秒 那我們十五秒好了 我們... 大家一起數喔 預備 你不要動啦 他嘴唇一直咕咕咕 好 你不要動喔 好... 好... 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掌聲鼓勵鼓勵 鼓勵 怎麼用麻油機的味道啊 唉唷... 隔著袋子傳過來 麻油機的味道 唉... 是錯的耶 啊... 什麼... 我會... 開玩笑的啦 全場將近700公尺的中壢觀光夜市 吸引了將近100多個店家進駐 不管是吃的、穿的、喝的、帶的 這裡樣樣不缺 在這個燈火通明 攀飯靈異的美食大街上 揮集的各式小吃 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完全不輸給北市林南花園 不只吸引了眾多的人潮 在這個不景氣的當下 也造就了龐大的前潮喔 阿堅的摩托車真情週記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摩托車真情週記 我是主持人阿堅 今天呢 我們可以說是在擺忙之中 特別邀請到這一位特別來賓 他的行程都非常的忙 工作非常的多 我們也非常感謝他 能夠在擺忙之中 抽空出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特別也把地點選在台灣 最出名的十門水庫 旁邊的一家非常出名的飯店 來這邊訪問我們的退步來賓 坐落於十門水庫旁的度假別館 雖然規模不大 然而麻雀水小五臟俱全 除了擁有頂級的住宿客房 還附設大面積的泳池 遊玩泳累了 還能夠坐在池畔 瞧望一片水庫美景 讓旅客們能夠好好的沈澱心情 那這位受訪者呢 可以說是在演藝圈非常的走紅 我們也非常感謝他 能夠在擺忙之中 特別抽空出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真的要好好謝謝他 他就是我們新生代的偶像諧星 納豆 納豆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 好可愛喔你 超可愛的 納豆先生喔 我想首先呢 我們要問你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知道你在演藝圈裡面呢 有相當不同的表演喔 比如說從一開始的情境喜劇啦 一直到後面的偶像劇 甚至於電影 在不同各式各樣的表演環境之下呢 你都有相當傑出的表現 我想你在這幾年裡面呢 你可以做出了相當多的努力喔 那這一路走來呢 我們也知道你的經紀人是 王偉忠 偉忠哥 對 王偉忠先生喔 那我們在這邊想要請問你 就是說你對於台灣的國防有什麼看法 覺得爛透啦 覺得爛透啦 覺得我說對了 啞口無言 好的 顯然呢 我們納豆先生呢 對於台灣的國防呢 可以說是 沒什麼話說 他根本不在乎 並且呢 他對於他的經紀人王偉忠先生 他覺得他一點用都沒有 他一點感受都沒有 他覺得王偉忠 我覺得接下來要問的呢 就是第二個問題喔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呢 納豆呢 主持一個節目叫做摩托車週記 這個節目呢 可以說是相當受觀眾朋友的歡迎 那節目的宗旨呢 也就是要把我們美麗的寶島 介紹給全世界的觀眾朋友 對… 讓大家知道 我們台灣有很多的美食 有很多很棒的人物 有很多很棒的水果 都要推廣給全世界的觀眾朋友 沒錯… 那我們在這邊呢 你想要請問一下納豆先生 是 你自己的理財觀念是什麼呢 啊 你… 你… 你真的好務實喔你 你真的好務實喔你 你… 你真的好務實喔你 哈哈… 哈哈… 他就這樣…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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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你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問第三個問題 我們大家都知道呢 納豆呢 長年的都是在外面工作 跑外景節目啦 不然就是在攝影棚裡面錄影啦 對… 跟家人相聚的時間 一定不是非常的多喔 有被壓縮 對… 對… 一定都是在外面好好的打招 那我們也知道 已經要過農曆年囉 那通常在過年的時候呢 家裡面的小朋友啊 在那邊工作喔 常常都會覺得說 嗯… 我要趁著這個農曆年的時候呢 好好的回饋 好好的孝敬我的父母 那… 通常就是說 會帶我們的爸爸媽媽 一起出國去玩 對… 對不對 對… 沒有錯吧 沒錯… 那我們在這邊想要請問一下納豆先生喔 你問我們台灣的農產品 應該要怎麼樣走出去呢 走出去… 在… 我… 我是說走出去 我是說走出國外 國際走出去… 好的 顯然呢 納豆先生呢 對於我們提出來的問題呢 可以說是… 沒有什麼準備喔 好… 那…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喔 進廣告之後呢 我們回來的時候 會提出更多更生動更有趣 更深入人心的問題 要好好問問納豆先生 你最好這麼吃 我們進廣告 好…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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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情週記 歡迎回到摩托車真情週記 我是… 真的… 真的… 你一定會覺得我們的背景 好像是用Key的 來…你看 是真的… 我們怎麼跑來這邊 我們現在的位置呢 是在桃園縣的復興鄉 嗯… 這裡的空氣非常地好 有芬多金的味道喔 親子呢 可以在這裡互相增進彼此的情誼 還有呢 如果是情侶一起來的話呢 可以在這邊拍拍照 這樣子可以讓你們的愛情加溫喔 在這裡跟各位觀眾朋友簡單做個介紹 簡介這一大片 有如世外桃園一般的美麗花海 就位於桃園縣的復興鄉 每年的一月以及二月 就是這兒的玉金鄉花季 原方會從荷蘭進口 將近七十萬株的玉金鄉輪流栽種 成了這一片讓人看得如痴如醉的 美麗花海景象 順便在這邊提醒大家 路邊的野花不要成 野花哪有加花香 如果被燙傷的話 要記得 沖河泡河泡 洗手的時候要記得 沖沖沖泡沙 聲音為你多 平安回家最好 我講這幹嘛 好的 廣告回來之後呢 我想要請問納豆先生幾個問題 請問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好的 馬上就來進行我們的第一個問題 我想說呢 在演藝圈的這個競爭 可以說是相當激烈的 譬如說呢 最近選秀節目當道 超級星光大道 像就是一個非常好的節目 捧出了一堆明星星光幫 短短幾個月之內呢 就紅遍了全台灣 那要待在這個演藝圈 要持續的發光發亮 其實是相當困難的 對 所以我在這邊有一個問題 想要請教一下納豆先生 請問 郁靜香的主要開花期是在幾月 二月 一般呢 在台灣的 郁靜香主要栽種的時間呢 是在十一月中旬 而郁靜香呢 需要一個半月 但兩個月時間長出花苞 所以在台灣 郁靜香主要開花期 是在二月 非常地好啊 通常遇到刁鑽的藝人 來上我們的節目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問他這個問題 現在已經是2008年 總統大選可以說是沸沸揚揚 是 但是有很多的藝人朋友們呢 在螢光幕前面都不願意透露 自己到底是停哪一個政黨 到底是停哪一個候選人 所以在這邊我要請問一下 納豆先生 請問 常見的郁靜香種類有幾種 兩千多種 不過呢一般指的是在荷蘭 在台灣呢我們常見的種類 大概有五十幾種 在這裡我為大家舉一些 常見的種類好了 像是子王子 荷蘭美人 乾地狂香主 林凡達馬克 還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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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的主持人阿Ken 他應該已經失心瘋了 不過沒有關係 下一段節目呢 將由我 納豆 帶領我的小跟班 阿Ken 客人去石門 為大家抓活魚 不要走開喔 說實在的 誰會想要帶個 石心瘋的主持人的 螢光幕上蝦攪貨 還好在馬拉圈 看到這片碧綠的湖水 這石心瘋竟然不要而喻了 那麼緊接著 就來到傳家大哥 撒網的地點啦 有了… 有感覺… 有了… 有 有 這個是魚耶 好大 好大隻 好大隻 怎麼辦 什麼… 好大隻喔 這是什麼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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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頭連 等一下… 怎麼辦 這… 小心… 對… 對… 這個時候… 好大隻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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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怎麼辦 來啦 我來… 你來處理 這是甜蜜蜂耶 在水庫裡面 也有這麼大隻的魚喔 有 這個還算是小號 這個算小隻的喔 對 我的天啊 這個還算是小號 這個怎麼辦 這個魚網 這邊要剪開啊 對 我們要… 就是要慢慢把它剝出來 慢慢剝出來 對… 你要不要往直拉起來 來 哇… 抬得動嗎 哇… 抬不太動 好大隻喔 耶… 哇… 哇… 嘿嘿嘿… 很珍貴… 很珍貴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再拉… 再拉… 喔 原本以為今天走運了 沒三兩下功夫 就有大魚上鉤 整知道這第一尾上船的大頭連 既然也是今天的最後一尾啊 大哥告訴我們 石門水庫所涵蓋的水域非常的廣 再加上湖底的樹枝錯綜複雜 因此打撈不易 但是賽翁師嘛 顏值非福喔 也因為打撈困難的緣故 所以湖裡的魚類啊 往往長得比其他水域中同種類 來得更大喔 雖然大魚只有一尾 但是水庫裡面可不只有魚而已喔 大哥將船開往另外一艘 停在水面上 無人小船 想不到船邊的魚網一拉 竟然沉澱澱的 原來網子裡面 竟然有為數眾多的水晶蝦呀 看著活蹦亂跳的蝦子 活動裡這麼樣的驚人 大哥竟然毫不猶豫地說 要吃水晶蝦撒西米 這是真的能吃嗎 這樣頭要剝掉 頭剝掉 頭剝掉 你敢剝嗎 啊 有像瘦子一樣嗎 細細細 現在很舒服 有沒有 我們就按摩椅了 等一下啦 天氣少爐 你不吃蝦子 蝦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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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唠我 唠 唠破掉 唠破掉 妳敢剝嗎 整個剝 他咬我 你敢 你看 他會咬耶 他真的會咬 來 他夾好... 他夾好久喔 猜拳... 書都要被夾 大自然地夾夾了 所以 我們是 baş學主持人耶 有一個節目玩過大自然的夾夾樂嗎 剪刀石頭布 納豆猜輸了 你快一點啦 納豆猜輸了 我要夾納豆 要幹嘛 等一下 好痛… 有沒有要到 大自然的夾夾樂 OK嗎 眼睛還OK OK 剪刀石頭布 不要 而且不好意思 我的箱子 箱子比較大啊 等一下 但是我覺得它好像沒什麼活力 沒什麼活力嗎 沒關係 沒有…不行… 你就要用它來試試看 好 那就耳垂好了 它真的假了… 它真的會假 放開… 兔兔兔 兔兔兔 兔兔 它破到東西就會假耶 好好笑喔 你這個… 它很擺爛耶 它是這樣 它裝飾有沒有 它裝飾 一碰到立場 是玩這種的 當然啊 我們這邊勳霸 對 我覺得… 我們也有團體的感覺 我們在同一艘船上 你知道這種感覺嗎 勳霸 對… 我們生死都要共犯難 我們三個人一起玩好了 對 你趕快去玩一下 好不好 剪刀石頭布 他陰我們… 你太接吵了 因為你們太笨了吧 你… 他陰我們 那你們互相夾 不是真的很痛 互相夾就互相夾 沒辦法 沒辦法 薑是老的辣 這回事物 被人家陰了 來… 我還以為說 捕魚的都比較樸實 蝦子耳環 蝦子耳環 這邊是不是 你看看 你這隻非常地有活力 它非常地有活力 你看看 它根本是獨臂刀王 不是… 獨臂蝦王 不會啦 你看它在找耶 你看看 它也在找 走過來 它會不會把我都吃掉啊 不會啦 你看它在找 你看它在找 不會啦 你不要在找 你不要在跟我說話 你在這裡來啦 好…你看看 你看看 好… 等一下 耳垂太肥了 等一下… 我弄它一下 我有感覺太… 好像… 可以… 我幫它 你不要在做 你為什麼很痛苦…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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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是去掃爐電幕吃蝦 啊… 蝦子耳環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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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掉了… 掉了… 快點… 快點… 你不要抖… 不行… 我抖… 我抖… 啊… 啊… 這麼重力了 啊… 啊… 這才是大自然 你看我們這是融入大自然 我們是外型主持人耶 太好了… 是不是 好… 那…我們怎樣 我們就回去了吧 回… 我們就去餐廳 欸… 有餐廳 應該是大家去… 那… 這個是什麼… 我們不能就是光來這邊 走馬看花一下 對 我們既然看到… 抓到魚的話 我們就要好好的品嘗它的味道 對… 蝦子的話 不好意思… 我們等一下要報仇啦 好不好 好… 那你帶我們去好不好 出發 不久前才在水庫旁的飯店 那邊問得啞口無言 沒過多久 竟然就能夠在這優美的湖面上 載著滿滿的漁火乘風波了 不知道接下來的料理 會不會有什麼驚喜呢 大頭蠣三次 好棒 尋霸 我們弄了這幾道菜 整桌這樣 太棒了 尋霸 我們剛剛釣的那一隻大頭蠣 已經蹭過了對不對 對 大概是多少重量呢 十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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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斤的話 那這樣子價錢算起來 他已經賣多少錢 他賣大頭蠣的話 一斤是130 十斤 一千三 對 十斤可以幾個人來吃 那應該可以做六種 可以做… 做到六種吃法就對了 對 那這樣子的話 十個人來吃的話 那一千… 那你應該要收一點公本費之類的吧 對不對 他六吃的話 他一吃要加公本費一百塊 一吃一百塊 對 所以就變成說一千三 然後再加上六… 一千九 對 六千九 對 你好會算喔 好聰明 很厲害喔 比我好 對 那這樣等於有十個人 這樣一桌才一千九 對 太便宜了 反而以為活魚這個料飾應該要很貴什麼 結果其實不會耶 對啊 而且你那個剛剛就是剛好 在裡面直接撈出來 最新鮮的 直接釣出來對不對 馬上 我殺的時候還在跳啊 哇跳跳 對啊 哇跳跳啦 好 要嘗嘗看 一定要嘗嘗看 先嘗哪一道開始 要蒜…蒜泥好了 蒜泥 好 好的 這起碼要在這裡有啊 魚肉太嫩了 對 它都連魚肉吃起來 就特別嫩是不是 對 你新鮮的魚 你切一塊的時候 它肉會碰出來 對 會有彈性 所以我們吃起來就很好吃 好鮮甜的魚肉 鮮甜 而且這個蒜泥 你用得很棒 蒜泥喔 對… 蒜泥的醬 它是用蒜頭 還有赤蔥 赤蔥 對 原住民的赤蔥對不對 對… 還有蠔油 然後放一點糖 然後果汁雞肉 這樣 你看看 這樣子… 這樣子的公本費 居然只要一百塊 對 哇 讚耶 很棒 那接下來第二道菜 這一道菜叫什麼 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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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顏色你看看 有點相像 但是卻是完全兩種 不同口味的料理 對 讚… 其實我覺得這個新鮮魚肉這個 感覺 你從看就可以看得出來 對 我剛剛心裡面好像有一個 樂章已經開始在醞釀了 我剛剛在吃蒜泥的時候 相信 吃這個豆瓣的魚肉之後 應該那個樂章就會從心裡面爆發出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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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應該用自己放的 是… 有一個樂章 結果是你的電話聲 幹什麼東西 好吃嗎… 好吃嗎… 好…來…試試看 今天要吃 嗯 算了… 算了… 你這樣會打爛人家的招牌 對 好吃也沒你唱到這樣 感覺就起來好像 你怎麼優啊 很棒對不對 好吃… 這跟這個是完全不一樣的 魚肉的感覺 你知道嗎 這個魚肉是咬下去的時候 那個牙齒跟牙齒間碰到 沾到魚肉對不對 你就拉開的時候 有一點點好像 要用一點點力 對 又有一點力 好… 再把它拉開 沒關係 那你把它拉開 這是吃魚肉最大的享受 砂鍋魚頭 這個水庫有名的 水庫有名的 為什麼不能砂鍋其他地方呢 一定要砂鍋魚頭 對啊 砂鍋魚屁股咧 對 它那個魚頭裡面 有一種那個腦還是什麼 很軟 弱起來跟豆腐一樣軟的 吃起來很舒服 這這麼大一塊 這怎麼弄 好吃 你不要睡著 快快 怎麼搞的 有人去按摩椅耶 很舒服 有按摩的東西 很好吃 很好吃 很棒耶 沒有頭十塊錢 就有這種按摩的享受 怎麼樣 好舒服喔 各位可別忘了剛剛不獲的水晶蝦喔 這一道炸水晶蝦的口感 跟普通的炸西蝦相比 口味大意齊去 炸過了水晶蝦 蝦殼較軟 完全不用擔心會被蝦頭刮傷 而且肉汁更為軟嫩 加上沒有腥味 吃起來非常的爽口喔 能夠以超級便宜的價格 享受到新鮮又變化多端的 活魚料理 讓在水庫旁忙了半天的我們 嘗到了美麗的果實 車水馬龍的中壢觀光夜市 就像是夜明珠一樣 在黑夜籠罩的桃園之中 閃閃發掛 吃在夜市 玩也在夜市 台灣走兜兜的我們 要以最苦手最瘋狂的玩法 享受夜市裡面的吃喝玩樂 各位觀眾 不妨跟著我們的腳步 除了品嘗我們的嚴選美食之外 也要更深入的品嘗 絢麗的夜市生活喔 摩托車週記 我們下次見 拜拜